今天這個新書發表會 是來發表兩本有關阿扁總統他的一個書 第一本是送進黑老的愛心餐 這是由台灣大帝的這些志工媽媽、志工朋友 他們從去年4月以來每一天幫陳總統來準備散餐 來送餐,把他們的心情、心路歷程和寫日記寫下來 然後由編編社的這個葉總編輯來把它出版成冊 所以這是第一本送進黑老的愛心餐 非常感興,這是很感人的故事 第二本是陳總統在北索的時候 跟大帝的這些朋友們志工一起來 通信的這個書信的往來 那非常珍貴的一個紀錄 也把它給集結起來出版 所以來辦今天的一個發表會 那在尤其阿扁總統現在身體的狀況是越來越嚴重 越惡化 現在可能也沒有辦法再提筆來寫信 所以這些珍貴的一個紀錄它 我們把它呈現出來 也希望讓大家來了解 因為這一個是一個很感人的一個事情 那過去在社會不一定非常了解 那我覺得像台灣大帝這件志工 他們的這種用心 對台灣的感情 對阿扁總統的一個聲援 是真正的文明英雄 台灣人的精神就是有情有義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事情 應該來呈現出來記錄下來 讓大家來知道 對阿扁總統的一個紀錄